于大为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仪式 8号在于大为先生纪念馆举办 家属门生雇舅研究工作者金门军政单位等等代表齐聚一堂 向人称的兵工之父 也就是于部长表达无限的追师 千百万百 也是这五花儿的最要爱 于大为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仪式 举行大会由子女行农回家出席活动 心里充满了悲伤跟感动 当然也率领所有人一一的向同向前献花敬意 用行动缅怀和传承于部长的精神 在823炮战的时候 他是担任国防部长 那这个战役呢 守住了自由的国土 那攻击卒助 那这一场发生在民国47年的823炮战 也影响了两岸未来的一个走向 那甚至在美国跟苏联冷战的时期 也都有所影响 823战役发生的时候 那部长刚刚好在进门 那他也受到低波的炮弹袭击而受伤 但是部长仍然只会落定 那甚至呢 后来争取到各种的 经济远助还有军援打赢了这场的战争 我从小就到美国去念书 家里也从来不讲家里的家事 我都不知道周多凡是我们的 我是第三代 等我加入了我伯父的学会 我才开始了解 只是开始 我伯父对国家的有这么大的贡献 823炮战那天 在我的记忆里 是永远的深深的刻印的 等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回家里头上包了一些纱布 这个印象至今深深的刻在我的脑袋里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一幕 但是我谢谢大卫 大家今天能在这里纪念他 我真是太感谢了 谢谢 而在纪念会之后 一行人来到傅国墩的观景平台 由于启木带领议会人员将花洒入大海 向823炮战英灵致意